好 南区来看到不理乡待会的第一天乡镇总质询一程 那么乡代表潘武雄 孙永成以及叶嘉宏 分别是针对0918强证造成纳谷塔灾损后续的重建作业 原住民产业辅导以及文教推广 继承道路通行的争议高度的关注 轮番上台质询 乡长陈荣聪也逐一的答复 并且也表示将会全力来推动改善 0918强证相代表潘武雄 除了关切东里避难所简陋 要求相公所重视 另外针对复理箱纳谷塔正损后的重建工作提出质询 最好不要再发生 如果发生的话 看要怎样事后比较多久 因为我们纳谷塔 算了差不多三四年 所以以前做的工法比较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质询不像这么大的质询 所以我们这边设计有点厉重 但是既然发生了 这个工厂也要搭 不可以说因为质询来推行 所以说我们用最快的时间 现在已经都整理好了 同样也关心纳谷塔灾后重建的 乡代表孙永诚 另外对于原住民传统产业 以及温教推广传承质询 要求相公所部分族群 公平一致的推广执行 另外相代表叶嘉宏 总则针对任期内对于继承道路通行争议 似乎毫无进展 咨询建议相公所解决之道 能够说到底是什么时候 能够让这条道路能够来通 继承道路公募在使用 但是你并没有去证实合法 所以他还有他有权力 如果说你强制的话 变成会走疑似法 那要不然我们就是 这个建设科这边我们就是把它征收 征收用公报低价跟它征收 这个谈看看 看要公报低价还是用什么方法 征收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强制实情 不理相待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执询第一天 乡代表们除了是执询关注 强证灾后重建工作 原住民议题以及道路交通建设之外 由于任期也接近尾声 每位代表执询前也不忘发表感言 肯定也感谢相公所团队的支持配合 也祝福年底选战都能马到成功 记者是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 大家节目准备好